拿起來以後呢 把我們的頭蓋給掀開 那頭蓋掀開以後 可以看到裡面都是蝦膏 那是不是你有注意到 每一隻蝦的蝦頭都不見了 對 因為我把蝦頭剪掉 然後蝦子的胃囊是在頭部 讓我把胃囊骨挑掉 所以剩下來都是鮮甜的蝦膏 你可以吃得很安心 厚實喔 對 大家好 我是阿妹 大家都知道呢 大陸人很愛吃小龍蝦對不對 不管在任何的影音平台呢 很多人都會錄製呢 吃小龍蝦的影片 那現在呢 在我們的高雄 也能夠吃到非常道地 來自大陸四川的麻辣小龍蝦 高雄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身後的 這一間 它是趙王爺的麻辣龍蝦館 我跟你說 老闆好證自己是舌尖上了中國啊 因為他覺得台灣做的 目前都不夠道地 所以老闆就親自到了大陸的四川 在重慶呢 還有成都這邊呢 學習了製作最道地的麻辣小龍蝦 並且呢 帶回了台灣來 把它給發揚光大 那麼除了食材之外啊 只要是用到的香料啊 底料跟調味料 全部啊 都是老闆從大陸訂過來的 所以呢 還能夠做出呢 最原汁原味的 道地麻辣小龍蝦 那根據老闆說啊 很多遠駕來到台灣的大陸形容 只要來到老闆這邊吃了之後呢 都會留下兩滴思香的眼淚 因為呢味道太像了 而且台中某個知名的建設公司的董事長 來了一次之後呢 疑似曾主顧 所以特地搭高鐵下來這邊呢 回味一下 就知道老闆東西有多麼的道地 多麼的好吃 但是呢口說無疲 我們呢就是要帶大家一起去吃看看啦 走囉 這邊呢來跟大家講一個小知識 其實呢因為很多養殖因素的關係啊 大陸人呢吃的大多都是美洲的熬蝦 那這個蝦種呢 身體跟頭的比例呢是2比1 說真的會比較沒肉 那大多呢都是吃起味而已啦 不過啦台灣人呢比較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呢老闆就特地選用了 澳洲的淡水龍蝦 身體跟頭的比例呢就是完美的1比1 含肉量呢就會比美洲熬下來的多一些 而且這個品種的蝦呢其實會更乾淨 肉質呢還會更鮮嫩 所以呢老闆這邊的蝦都是來自屏東 離港的養殖場 都是新鮮的火體獻送的唷 好的 那我們呢其實啊在這邊吃呢 主要的它的主打就是麻辣小龍蝦 而我呢也就跟老闆先預定了10斤 那麼這邊呢除了有麻辣小龍蝦之外呢 蜂螺還有它小捲呢也是很值得推薦的 所以老闆還有另外幫我加菜 那現在呢正在努力的料理當中 要來期待一下好菜上桌啦 然後讓我先封一道菜 對 然後可以留下水 我們去調査螃蝦 然後來看看 這就是因為我滿意的 然後去除去 還有更多的 有ề個小龍蝦 沒有一個小龍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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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 志愿者